哈喽大家好我是Zoe 哈喽大家好我是Gami 今天这个视频呢要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女孩子非常在乎的一件 如何选择又好看又实用的运动内衣跟运动裤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了我的闺蜜Gami 我是撸铁辣妹代表队 另一种身材的代表 第二件事情呢是 She's a spark 她是火花 马上要上新了 不当不当 那不过是距离你们第一款上新已经半年了吧 差不多半年了 输出你的心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间大家也知道疫情的影响 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呢加上 没事没事没事 加上其实这段时间半年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为了能够做出这样 我们今天穿在身上能够满意的产品 中间呢我也看了大家就是从品牌lunch之后 很多粉丝的一些反馈 对衣服的一些需求 然后价位呀什么的 我全都考虑了 在做出今天这个我完全满意的这一批产品 终于诞生了 所以今天呢就借助我们品牌要上心了 来跟大家借我们的产品 科普一下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内衣跟运动裤 第三件事呢就是7月2号晚上7点我们会直播带大家练腿 再聊一些女生喜欢的话题 还有很多惊喜的礼品送给大家 一定要来哦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OK现在进入正经 我想问我们平时穿运动服遇到的一些问题 尴尬的或者是反正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选运动服的小经验 因为呢我们两个其实平时除了睡觉都穿着运动服的 我其实睡觉的时候也会穿 穿我的 谢谢对吧 OK我先来说我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有很多 我不喜欢压胸的 这种比较高强度 因为可能跟我的胸型有关系 我的胸型是有点 肌型的 肌型是肌型的 是一个肌肢肌的肌肌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其实严重的话呢它叫落斗胸 胸骨会往下凹 对所以我今天像穿的这样的呢 看起来我觉得完全看不到 我是微轻微的症状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运动的时候出汗非常的大 之前穿过挺多运动服会有汗质 然后有时候就是 我有发现 有时候会把胸的轮廓这样印出来 因为汗水会到这两边 裤子也会 就是裤子屁股在两边 对我来说的话 像我们这种微胖辣妹来说 我觉得运动服的话 我们运动内衣最在乎的还是 妇乳的问题 就有一些可能这块勒得很紧 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好像我也有妇 但我觉得其实是内衣选择的问题 但我觉得我的话就是因为这边胸肌比较发达 所以我穿很多都会就是显得这边会有 会吐出来 对 但我感觉我没有太大所谓衣 因为它不是挤了掉出来的感觉 对吧 应该还好 另外一点的话 我很在乎的就是内衣的防震的问题 因为平时像我在健身房 露体也还有平时给大家跳一些健身操 我很讨厌我的胸在内衣里360度旋转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在乎的 360度 真的是360度 跑到你背后去 对 如果行不行外扩的话 它可能会跑到我背后去 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在乎的 然后呢 还有粉丝们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比如秃点 海淘的那些bra呢 它就可能就自己得变一些胸垫 所以呢 我就是我所有的产品都加了胸垫 但是我也是精选了很久之后 就是又不要太厚 又不能太薄 选的最好的胸垫 比较舒适一点 还有第二点提的比较多的是 穿上运动内衣会显得就是虎腰 虎背熊腰 虎腰熊背也行 反正就不是很好看 对 显得肩太宽之类的 那我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挑肩带的时候我会很注意 就有些如果很窄的话 就显得我好壮啊 上身很壮 所以这一期呢 设计了好几种 它每一款都是让我过的 让我试一下 因为我很在乎对面 那我自己也要 就是因为我的肩很宽 我们就设计了有六款不同的 可以供大家选择 那第三点提的比较多的就是 现在市面上很多运动服 它要么是 很功能性 但是可能 不好看 对不好看 所以这一次呢 我的设计呢 就是我们喜欢的 好看又实用 又能穿出肩 又舒服 就兼具了这两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裤子吧 我觉得裤子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尴尬线的问题 这个真的困扰了很多年 这个跟它的设计面料什么都有关系 剪裁有很大的关系 我看你的新款是完全中间没有这个线 然后材质上 也会有避免吗 对 而且它因为下面 这里的设计是往下拉了 这一块是有空间的 这一块会有空间拉下去 就不会勒出这条线 对 之前我一直以为是中间 因为有那个缝合线 所以是这样勒出来的 对 那种有缝的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提了比较多的就是臀型 因为这也是我最在乎的 有很多裤子穿上去之后 显得臀 更扁了 我有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面料的问题 它不显臀 反倒会把你的臀压得很扁 对 它跟它的弹性 还有它的剪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点呢 就是腰的这个地方 会很容易勒出肉来 勒到这里刚刚好 但是就会这块两面肉 对 突然间就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 如何选择一件 合适自己的运动内衣 OK 先说第一点 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内衣 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尺寸 就是如果太小了的话 你呼吸困难 觉得太紧 会很影响你的运动表现 然后也会影响你去调整呼吸 太松的话呢 你又会 360度旋转 而且也会怕走光呀什么的 所以 第一个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 你要把手抬起来 胸下面这条带 它是不会移动的 对你看你抬起来放下 它都没有动 它不会跑到你的胸上 就是它在这个地方是固定不会动的 第二呢就是你把两根手指放进去 能够自由的走 就是如果手指放不进去的话 就会比较勒 第二点就是我们从头上这样穿下去的时候 这个我就给我展示了吧 能够顺利的套上去 有一些内衣我之前试过 卡到这里就刚刚好 上来上不去 下来下不来 最后一点呢就是肩带 肩带这个地方不能太勒得太紧 两根手指 又是两根手指 可以随便自由的走 太阳了 OK我走自己 就两根手指能在里面自由的走 OK下面我们来讲裤子的选择 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腰的地方 这应该也是很多女生在意的 腰又要显瘦 但是呢又不能太勒 很多女生会说穿到一些运动服 她的腰这个地方 跳着跳着就一直往下掉 运动的时候总是在拉裤子 那说明这条裤子是不合适的 所以在试穿裤子的时候 大家可以做一些深蹲呀 跳跃的动作 看一下用不用去拉裤子 那第二点会影响运动表现的 就是她的剪裁跟车线 有一些裤子它里面的防线呢 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会摩擦的很疼 不仅疼 我之前跟我的粉丝们分享过 我之前运动的时候裤子开的啊 对 这个真的是很尴尬 我觉得这个防河线非常非常重要 在家可能还好 这是真的是大事件 我再也没去过那条健身房了 加上你有时候不喜欢穿内裤 对那天我穿了 荧光绿色的 这我真的记得在乎 那条内裤也再也不穿了 这非常的重要 然后还有它里面那些缝线 有时候太紧 把裤子脱下来的时候 会看到车线的印子 这也说明这条裤子不适分 对我觉得大家选择穿上之后 也可以做一些大动作 拉伸一下感受一下 所以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呢 我一般会选择这种 无缝的设计 它就没有那些缝线 大大的减少了它跟身体接触的摩擦 这样呢也会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 穿着也会舒服很多 OK 刚刚我们已经讲完了 我们运动内衣跟运动裤 遇到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我在我的新的系列里面 都有得到了解决 它不同的设计 它适合不同的运动 来给大家介绍哪一些款适合哪样的运动 或者哪一些款更适合你 好吧我们先从我身上的这一件开始说吧 好呀 就是我这一件其实是细肩带的 然后呢我后面这边 我的肩带是可以就是扣起来 也可以把它打开 对 打开了就是这样 然后扣起来就会更紧一点 也不会掉肩带 然后加上这边它的领子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包裹的就比较多 不会看到胸 而且它这个设计呢 其实也是比较时尚 高领 也会显得脖子比较 鲜细 里面整个脖肠 那跟我一样 喜欢做一些居家运动 或者瑜伽呀 这些比较 舒缓的运动的女生呢 选择细肩带的 会比较适合你 然后平时也喜欢 一直穿着运动服 从早到晚的 细肩带呢 其实也更舒服 这一个是低胸款的 它就会比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要性感一些 就像我的话 我平时会比较喜欢去健身房 露鞋嘛 然后这一件的话 其实就是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款 就是一个宽肩带的设计 就会显得 因为我的上胸 会比较稍微高一点 就不会显得上身很壮 它整体做了一个鞋条 然后它的这一块 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剪裁 又不会显得我的胸很漏 就看起来刚刚好 又很显胸型 然后它整体的承托力的话 其实是蛮强的 像我平时露鞋啊 骑形啊这些我都可以穿 然后这个颜色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是牛仔色 牛仔色嘛 就穿出街的话也是挺时尚的 这个我要说一下 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用了水洗 复古水洗的技术 对 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 大方复古一点 很容易穿出街百搭 但我要补充一点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系列 全是无缝的 它的弹性非常大 然后它的回弹性也很大 就是它拉扯之后会回弹 它包裹性其实是很好的 只是如果你喜欢做那种 非常的高浅度的 跳绳啊这一类的 跳绳跑步快跑 然后胸部比较大 会就是动荡比较多的话 其实无缝的呢 不是很适合 所以这一期无缝的面料 就更适合一些 瑜伽呀居家运动 还有一些户外的 骑形 鲁铁 对网球 这些都是OK的 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 这三款功能性上的特点 比较明显的以外 其实我还出了很多 其他款式的 比较时尚款 对时尚款 打一下广告 这些我在直播里面 再详细的介绍吧 好最后不要忘记 我们7月2号晚上7点 直播间 不见不散 爱你们